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禅就是改变别人 不如改变自己 就是二六十中降福自我 那么要怎么样子做初步的调伏呢 初步的调伏就是说 因为这个生命无常的世间 到哪里都有争执 有人的地方他就一定有是非 你这样才有办法进入禅的境界跟功夫 所以有一个人来问我说 阿弥陀佛法师啊 你是哪一党的啊 我说佛是无相的的 哪什么党呢 勉强讲就是释迦党 释迦摩尼佛这一党 所以你要进入禅的境界 不能像政治人物这样子的 严重的对立了 严重的对立了 所以因此 修禅的人 我对生命无常的世间 彻底没有意见 然后 降福自我 为什么 彻底没有意见呢 那有意见就知见利知了 那有的人讲说 那彻底没有意见不是死人吗 我说那你错了 彻底没有意见是解脱 是解脱 因为所有的意见不是善就是恶 不是是就是非 不是对就是错 不是好就是坏 它是永远落入恶分法 恶分法是切开来的 对不对 佛法是迈向生命的圆满的 它是圆满的清净智慧的剥热心 它不是对立的东西 因此搞对立就会变成孤立了 所以知见利知是无明本 知见无见诗集涅槃 我们一定要了解 涅槃的心是怎么来的 强加一个观念 强加一个观念 不是燃就是利了 不是对就是错了 不是好就坏了 因此是非攻击杀害就不断 生命也很苦 也很苦 所以知见利知是无明本 知见无见诗集涅槃 知见无见就是 我的清净心起作用 对立的心放下来 所以六祖讲 不失善不失恶 就这么实 就是明上座本来的面目 我们的本来面目 本来就是没有挂碍的 本来就是清净心的 没有任何的对立的东西 是不是 是因为你看了假象以后 看了这个假象以后 立一个观念 你不知道说 五千年以后 难跟立没有意义 一万年以后 台湾是不是变成怎么样 不知道 一百万一年以后 这个世界又变成怎么样 现在全球暖化的严重了 所以未来不可知 过去心也不可得 因此我们要了解 活在每一分每一秒的正知正觉 正观 是一种惩罚 为什么是一种惩罚 因为没有一天过得快乐 没有快乐的心 就是自己惩罚自己 我们对生命不了解 生命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惩罚 我们每天都在惩罚自己 我们每天都在痛苦自己 烦恼的不得了 执着的不得了 这问题来了 说师父 那我们现在读书 你叫我们不要执着 不要烦恼 那怎么可能呢 我说你尽力就好 有一个人更结 有一个女众啊 生了三个儿子 跑到讲堂来 说师父 师父 我听你佛学讲座啊 听了好几年 你常常讲 要求人家 放下 放下 她说我现在啊 放下 跟着你出家 那我上个孩子怎么办 我说那个 那个不叫放下 那个叫做放弃 那不一样 放下是很有责任的 是面对这个现实的社会 你该有的责任 该有的义务 你要去完成它 朝着你一定的理想目标 去完成它 每一个动点上 都是尽己之力 集己之心 啊 急功尽瘁 死后 不是放弃的 因此我们要了解 什么叫做放下 就是对这个缘起 缘灭 一定会摆坏之相 不要太执着 但是你的责任 跟义务都一直存在 可以 他认为